親愛的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在你們的生命中 有沒有愛的力量 你覺得那個愛 有沒有帶著力量 你的愛 有沒有可以改變 一個人 我們知道愛是帶著力量 如果你告訴我說 怎麼辦 我的愛沒有帶著力量 那我要告訴你 更多就去愛 因為沒有愛 是沒有帶著力量 我們都說 我們要用愛來改變一個人 真的 愛 可以改變一個人 或許你等很久了 但是沒關係 你的愛真的可以改變他 你的愛真的可以改變他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愛的力量 在分享之前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叫做一元美金的故事 什麼是一元美金 就是一個硬幣而已 一元等於多少錢 三十幾塊對不對 三十幾塊 有一個孩子呢 拿著這個一美元 到處去店家 跟人家說 跟人家說 欸我想要買上帝 如果有一個孩子跟你說 我要跟你買上帝 買得到嗎 買不到 你可能也會跟他說 怎麼買上帝 怎麼買 怎麼買 一人而已 你要跟我買上帝 有一個孩子就拿著這個一美元 到處去買上帝 到處去買上帝 他為什麼要買上帝 他從鷹架上面摔下來 到了地震三十家的時候 這個老伯伯問他的時候 就跟他說 好我這邊有上帝 你把上帝帶回去 他就拿了一瓶飲料跟他說 這個是上帝 拿回去 回去之後這個小孩就跑跑跑 跑去醫院的時候 他就趕快用滴管 拿了一滴飲料跟他叔叔說 因為他叔叔是昏迷的 沒有辦法吃 他就直接滴在他的嘴巴說 這個是上帝 你趕快吃下去 你就會好了 隔天 最頂級的醫療團隊終於來了 就把他的叔叔醫好 當他叔叔醒過來的時候 他的叔叔說 到底是誰把我醫好的 所以呢 當他出院的時候 他們就去結帳 結帳的時候 他看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那個帳單上面寫在 有好幾個零 他第一個時間怎麼辦 他都沒有錢 他跟他說 我不想要接受這麼龐大的醫療 可是我已經接受了 怎麼辦 他要跟醫院商量說 他要如何付這筆錢 醫院就跟他說 沒關係 已經有一個老伯伯幫你付了 當這個孩子拿著一美元 去找上帝的時候 當他走進這個老伯伯的 商店的家的時候 神少就為他預備好了 這個老伯伯是一個 跨國企業的董事長 他退休之後 就定居在那個城市裡面 開了一間雜貨店 他們立刻兩個牽手 要去謝謝那個老伯伯的時候 他已經不在那邊了 過了一陣子 他收到一封信 是那個老伯伯寄的 他就告訴那個代理的爸爸 他的叔叔說 親愛的叔叔 你一定要感謝你的姊姊救了你 但是我要告訴你的是 上帝的愛 上帝的愛活在這個孩子的心中 今天上帝活在這個孩子的心中 但是你們也不要忘記 上帝也以這樣的愛來愛你們 所以之後他們變成了基督徒 他們變成了基督徒 親愛的弟兄姊妹 愛是帶有極大的力量 這個孩子他只有一美元 可是他能去感動一個人 去幫他付這麼龐大的醫藥費 所以今天當人來找你的時候 他問你說上帝在不在 我們不可以像前29家那樣 都不理他 我們要告訴他說 你找上帝要幹嘛 我們要把上帝的愛傳給下一個人 我們要把上帝的愛傳給下一個人 今天我們讀的經文這樣說 如果有人說我愛上帝 卻恨惡他的弟兄姊妹 他就是撒謊的人 他既然不愛那看的弟兄姊妹 怎麼能說他愛上帝呢 我很喜歡這段經文 既然我們連身邊的弟兄姊妹 都愛不下去的時候 你怎麼說我聽上帝 我愛上帝 上帝說我們要把愛傳給我們的弟兄姊妹 在我們今天讀的這段經文之前 是在說上帝不要把恐懼放在我們的心中 上帝要把愛放在我們的心中 接著這段經文就說 我們要把愛傳出去給更多的人 我們要把愛傳出去給更多的人 怎麼傳 經文告訴你了 從你身邊的弟兄姊妹開始 今天坐在你周圍的都是你的弟兄姊妹 你要把愛傳給他 怎麼傳 從你的家人開始 從你的家人開始 經文說得很清楚 他說 我們沒有辦法 把愛 愛恨是不相容 愛恨是不相容 今天我們要從我們的弟兄姊妹開始 把愛傳給你身邊的人 因為上帝也這樣的愛我們 我們要把愛實踐出來 再來 你要記得 愛恨是不相容 愛跟恨是不相容 怎麼把上帝的愛實踐 是我們的爸爸媽媽 有可能是我們的先生 一定會做錯事 那時候你會跟你的先生說什麼 我討厭你 不跟你好了 還是說 你怎麼這麼笨 那時候你要記得 神說 用我們的愛去愛他 有時候很多人做錯事情 有時候很多人做錯事情 包括我們的孩子 他做錯事情都不是故意的 你要記得 用你的愛來愛他 因為愛跟恨是不相容 怎麼開始 怎麼把上帝的愛實踐 從身邊的弟兄姊妹開始 從身邊的弟兄姊妹開始 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七節 有記載了一個故事 他說 有一個人來問耶穌基督說 我要如何得到永恆的生命 耶穌基督怎麼回答他 我們一起來念 來 二十七節他回答說 你要盡心盡心盡力盡力愛主你的神 又要愛你這如同之子 好 神要告訴我們什麼 愛弟兄姊妹跟愛上帝 如果是放在一個天秤裡面 哪一個重要 愛上帝比較重要嗎 弟兄姊妹就掉下去 還是愛弟兄姊妹比較重要 上帝就掉下去 經文很明確的說 兩個是平行的 你今天不能說我好愛上帝 結果弟兄姊妹全部都冷落在旁邊 你不能說我要一直要去教會敬拜 結果家裡的事情飯也沒煮 小孩也沒餵 然後就一直要出去教會 親愛的弟兄姊妹 愛弟兄姊妹跟愛上帝是同等的 所以我們要把我們心中的天秤調好 如果有外一邊我們要記得把天秤調好 今天我們有沒有看到我們身邊有人有需要幫忙 什麼叫做愛弟兄姊妹 我們到底有沒有注意過我們身邊有沒有人有需要幫忙 我們都知道在當我們遇到困難 我相信除了我以外 不是包包我在內不是除了我以外 包包我在內 我們每一個人 你有沒有遇過困難 有 你有沒有遇過挑戰 有 當你遇到困難遇到挑戰的時候 除了上帝幫助我們站起來 還會有誰幫助我們 我們身邊的朋友 那個安慰的力量就是最大的力量 那個支持的力量就是最大的力量 我相信我們每次在失落的時候 我們在難過的時候 我們都需要有一個人在旁邊 告訴你 你要加油 為什麼考試的時候都要有人去陪考 就是要告訴你在你最害怕的時候 在你最緊張的時候 有人陪著你 今天你帶給我的力量 是愛的力量 給我正面的力量的時候 我就充滿活力 我們應該都有看過 怪獸電力公司 怪獸電力公司一開始他是怎麼演的 那個怪獸都哇去嚇小孩 然後小孩尖叫的時候 他們就能得到電力 但是之後他們發現 當他們去逗小孩子笑的時候 那個發出來的電力會砰破表 所以今天那個愛的力量有多大 從怪獸電力公司就可以看出來 當一個人受驚嚇的時候 他雖然發出力量 但是那個力量是很低的 但是今天帶出來愛的時候 然後那個力量會是破表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 今天神給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力量 就是愛的力量 我們要去安慰別人 去幫助別人 有一個故事是這樣 他說在一個兒童的下令影裡面 這個孩子你們看 這個孩子你們看 他的背 這個孩子都排擠他的時候 有一個孩子去支持他 後來有一天他們在做互相訪問小記者的故事 的遊戲的時候 他要介紹這個孩子 他如何介紹他 他說他長得一點都不可怕 而且你看到他的骨頭嗎 他有一天 他的翅膀要打開 像天使一樣飛到天上去 當所有的孩子聽到這個孩子 這樣介紹這位同學的時候 下課之後全部的人都跟他變成好朋友 因為知道他是天使不是怪物 親愛的弟兄姊妹 這個就是愛的力量 這個就是安慰的力量 因為有一個孩子成為他的幫助的時候 不然這個孩子他的人生 可能就在同儕之間的討厭跟排擠之中 他的人生就這樣滾掉 可是當有一個孩子願意支持他的時候 這個孩子找到他的力量在哪裡 找到他的未來在哪裡 找到他的目標在哪裡 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 都帶有一個安慰的恩賜 你可以去安慰你的鄰居 你可以去安慰你的同學 你甚至可以去安慰你的家人 上帝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一根鐵線 他可以做成什麼 回溫針 今天上帝給我們 一個很大的恩賜是 給我們一個安慰的恩賜 我們可以去成為別人的安慰 一根鐵線他可以做成回溫針 有可能現在一個人的思緒 就如同在地上的紙一樣 只要需要你這一根回溫針 再幫他稍微加一下 他就從第一頁翻到第四頁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 都是帶有力量 今天上帝怎麼使用這一個鐵線 上帝就要怎麼使用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安慰的力量是大的 我們說要彼此以溫柔勸解 我們不要彼此傷害 今天神要給我們的是和好 而不是拆毀 神要給我們的是和好 而不是拆毀 但保羅遇到生命中的挑戰 我們知道保羅在他傳教裡面 一直遇到挑戰 他怎麼會面對這件事情 我們一起來念這段經文 來 我們要忍耐 忍耐 忍耐就是我們要去接納他 後來保羅說了一句很重要的話 我們在一起來念 用溫柔勸解那抵擋的人 或者神給他們悔改的心 可以明白真道 親愛的弟兄姊妹 用溫柔勸解 而不是噼哩啪啦的告訴別人 你看他有多壞 就是他沒有錯就是他 他怎麼可以討厭我呢 我又沒有討厭他 我們很容易 當我們遇到一個低擋我們的人的時候 我們就會趕快保護自己 然後我們會把他開除 或者是告訴別人他的壞話 親愛的弟兄姊妹 神說我們要正面的對待他 我們要忍耐 我們要用溫柔彼此確解 或者是神就會給他悔改的心 有一天你們說不定他會變成好朋友 這是神給我們的一個很大的挑戰 也是一個很大的學習 有一個人他在路邊當乞丐 當他在當乞丐的時候 如果你看到有一個人坐在路邊 你從長東丟 然後二十塊給他 所以你就會離開了 但是有一天這個期待遇到了一個校長 那是一個夏學的冬天 通常大家就這樣丟丟丟丟丟丟 大家就走了 可是那一天校長要給他臨錢的時候 發現他摸不到臨錢 所以他就把他的手套脫下來 握住他的手 跟他說朋友 我今天沒有帶錢 可是我下一次如果經過的話 我一定會記得帶錢 後來校長在經過的時候發現這個乞丐不見 十年後校長的學校遇到危機 就有一個男生踢著潛進來跟他說 校長你好 我想要為這間學校奉獻 當然校長會跟他坐下來泡茶聊天 在聊天的過程中 他就告訴校長 我就是十年前你在街頭看到的那一個人 那一個企丐 所有的人走過去的時候 大家就這樣冷漠的丟二十塊 大家都看不起我 大家都討厭我 只有你 蹲下來 用你的雙手握住我 告訴我什麼 朋友 我忘記帶 所有的人都討厭我 只有你稱呼我 叫做朋友 後來這一個人一直在學校付出 成為學校的志工 他說當他握住他的手的時候 讓他知道他不應該這樣放棄自己的生命 因為他覺得乞丐賺錢很快 坐在那邊就有二十塊幾百塊可以收 但是當校長握住他的手的時候 他看中了他的生命 應該也是要為人付出 所以當今天有一個人你覺得 你沒辦法喜歡他 但是神說用溫柔彼此勸戒 成為彼此的幫助 聖經裡面也有一個人 那個人叫做 他爬到樹上去看耶穌 那個人叫做 三蓋 這個人是羅馬人的首相 他們對當時的人 當時的人民很欺壓 因為他們必須要繳很重的稅 如果今天你被警察開發單的時候 你心裡怎麼感覺 討厭開我發單 真的是太可惡了 我只不過是闖紅燈 今天 這個薩蓋他在收稅的時候 人家討厭他的心裡就跟你 被開發單 討厭警察的感覺是一樣的 他就覺得我那麼努力賺錢 為什麼我要繳這麼多錢給政府 為什麼你們要收這麼重的稅 你們都沒有看到 我們賺錢很辛苦嗎 當耶穌來到這個村莊的時候 這個薩蓋想說 哇 一個木匠的兒子這麼受歡迎 因為那太亞就跑到樹上去看耶穌 當耶穌走過來 看到薩蓋的時候 你覺得耶穌應該要說什麼 你這個可惡的人啊 給我下來 你竟然欺壓我的百姓 耶穌基督沒有罵他 他只跟他說 今晚我要住在你的家裡 聖經不是小說 所以聖經沒有說 耶穌基督跟他說了什麼話 但是我們知道 薩蓋最後說了一句話 他說了什麼 我們一起來念 薩蓋站著對主說 主啊 我把所有的一半給窮人 我弄而在誰就管他四倍 今天散開他的生命 因為主耶穌基督到他們家 或者是主跟他說了很溫柔的話 或者是主跟他提醒了很多事情 讓他的生命得著改變 親愛的弟兄姊妹 再怎麼可惡的人 記得用溫柔勸誡 彼此見你 再怎麼可惡的人 我們都是可以把神的愛傳給他 或者神給他有詭改的心 我們知道要愛一個我們討厭的人並不簡單 但是神說我們就如同一根鐵線一樣 可以像回溫針 幫助一個人整理他的思緒 幫助一個人整理他的思緒 如果我們的心中只有我們自己的時候 會產生一個後果 我要跟你們介紹一個人 這個人叫做余佑任 他寫書法寫得很好 那我們開出他有什麼特色 還有一個長長的鬍子 有一天他的學生就跟他說 老師啊 你這個鬍子在睡覺的時候 都是蓋在被子裡面的 還是都是拿出來被子外面的 這個老師就說 好我明天跟你說答案 後來呢 隔天還就是這個學生來上課了 老師也來了 老師一見到他就說 這個可惡的人 為什麼要出這麼難的題目給我 害我昨天晚上都一直想 我的鬍子要放在被子裡面 還是要拿出來放在外面 親愛的弟兄姐妹 當我們的心中只有充滿我們自己的時候 我們就會一直想 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要怎麼做 有時候會造成我們的困擾 因為當我們都以我們自己為出發點的時候 我們都在想 我在做什麼 我是不是受傷了 為什麼他這麼對我 神說我們愛 因為神先愛我們 今天我們要把神的愛放在我們的心中 記得 是平行的 愛上帝跟愛弟兄姐妹一樣重要 愛上帝跟愛弟兄姐妹一樣重要 如果當我們不能愛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求神把那個愛放在我們的心中 我們今天要來唱一首回音詩 我們今天要來唱一首回音詩 兩首回音詩 回音詩的內容是 帶我進入你的同在 今天我們要求神把愛放在我們的心中 如果你覺得你不能愛的時候 你要求神讓我們跟他同在 讓我們跟他同在 我們一起來唱這首詩歌 帶我進入你的同在 夜和花 你一句說何等可愛 寫入我歌唱的緣語 我心想如今生你無語 帶我進入你的同在 帶我進入你的同在 我心看出是停留現在 帶我進入你的同在 我心看出是停留現在 帶我心看出是停留現在 帶我進入你的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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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我进入你的同在 我心可俗只停留现在 带我进入你的同在 我心可目睹你永恒的爱 当我们没办法爱的时候 我们要出生 带我们进入你的同在 我们要告诉他 我们不可无只停留在现在 而是我们要可无更多的爱 带我进入你的同在 带我进入你的同在 我心可目 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 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 感受每颗爱无理的心 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 充满着地狱我们下来 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 燃烧每颗爱无理的心 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 燃烧每颗爱无理的心 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 充满着地狱我们下来 带我进入你的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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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我 Knight 带我进入我的父母 我不滿足 只停留現在 帶我進入 你的同在 我心的目的永恆的愛 帶我進入 你的同在 我不滿足 只停留現在 帶我進入 你的同在 我心的目的永恆的愛 願你的榮耀從天降下來 燃燒每顆愛不你的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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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燒每顆愛不你的心 我相信神的愛 大大的充滿在我們的生命中 一生愛你這首詩歌我們都很熟 我相信 我相信如果我們沒有領受神的愛 我們不能愛我們身邊的人 你的愛如果不是從神而來 你生命中的愛都是有限制的 你的愛如果不是神給你的 你一定沒有辦法去愛所有的愛 所以我們要告訴神 我們要從祂那邊領受所有的愛 我們要告訴神 我們一生都愛祂 唯有我們跟神的關係 越來越機密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把神的愛 帶到我們的心中 我們一起來唱這首詩歌 親愛的寶貴耶穌 你的愛何等的感情 親愛的寶貴耶穌 我們要一生愛我們的神 親愛的寶貴耶穌 我們一生愛的寶貴耶穌 愛的寶貴耶穌 你愛何等的感情 我的心深深被妳吸 愛的是我的心 愛的寶貴耶穌 愛的是我的心 亲爱的宝贵耶稣 你爱喝的地甘甜 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 我们要更多的来爱你 爱你是我的心了 一生爱你 一生爱你 一生敬拜你 一生爱你 一生荣耀你 一生奉献 一生不回头 一生爱你 一生爱你 一生敬拜你 一生爱你 一生敬拜你 一生爱你 一生荣耀你 一生奉献 一生奉献 一生不回头 一生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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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跟神说 我要大大的来爱你 也求你让我更多的经历你的爱 让我能够用我的爱 来爱我的家人 我相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不管是我们的朋友 不管是我们的朋友 甚至是我们的家人 尤其是在我们的家人里面 一定有一个人 或者是有几个人 是你觉得 我还没有办法去爱他 你要跟神说 把这样的爱 放在我的心中 让我能够更多的去爱他 要记得 你要爱人之前 你一定要更多的来可无神 你一定要更多的来可无神 我们要再唱 一生爱你 一生敬拜你 我们要用这样的来荣耀神 真爱你 一生敬拜你 一生爱你 一生荣耀你 一生奉献 一生奉献 一生不回头 一生敬拜你 一生爱你 一生荣耀你 一生奉献 一生不回头 一生爱你的随便 我们一起同心祷祷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谢谢你 让我们今天一起齐聚在这边 你受神的爱 觉得说我们相信 在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会遇到很多人 是我们无法去爱的时候 求主耶稣你提醒我吗 用温柔去保护他 用爱去爱他 让他知道我们的爱是从神而来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去爱他 主耶稣 当我们没办法爱人的时候 也求你提醒我们 要回转向你 要从你的身上领受更多的爱 我们要求你 带我们所有的人 进入到你的同在里面 因为我们不满足 此天又在现在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都是有限的 但是当我们进入主的同在的时候 我们就要领受神的恩语 满意到我们承接不住 其实耶稣我们也相信你的祝福 要在我们所有的会友身上 你要大大的祝福他们 不管是在人际关系 不管是在工作上 或者是在家庭上 神都你都要大大的祝福他们 主耶稣我们要再次把所有的人 交错在你的手中 愿你把爱充满他们 让他们等一下跨出永福教会的时候 他们就把这个爱分享出去 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 我们将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请坐 这时候我们一起来 会